感謝 這機好像比較大聲 那麼 有看到這裡的一隻 Apache自身機載下來的 駕駛給我看看 喔 真的喔 你們有贊成 邁英九跟習近平 來記名 來開會嗎 如果有的拿手我看看 我看這麼少 這樣你們都很好心 都知道說邁英九旗 如果蓋著手 他會爆開 習近平最少振手 我先說一個故事 這可能有的沒聽過 我今天有的學員沒聽過 我怕你們總統要睡眠 我可以叫 一個直升機出來視察 帶白富總統 跟那個 醬油花 醬油花是說 他在那裡有一萬塊 他說 我如果把這萬塊包一包 紅包放進去 抓到那個人一定會很開心 白富總統就說 嗯 你不要 如果我分貼這兩包 五千五千這樣放進去 那兩個抓到也很開心 阿邁英九就說 嗯 我如果我 我就一張 包一包 放進去 有十個抓到也 十個會開心 阿邁英九 那時候 外頭再說 你怎麼可以自己包一包放進去 全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都開心 好 這樣 所以我 這裡看到這個 直升機 808號 那隻 馬英九坐過 街機典禮 他坐過那隻 這樣知道嗎 喔 真的 這真的馬帶賽 OK 好 我們今天來這裡點招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就是克林米亞 自治共和國 讓我們台灣有什麼 欺負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麼 上台先生 我再來 複習 因為這我 很久沒說的 我想再拿出來 如果有聽過 複習一下 那麼 流氓的中華民國 軍政府來台灣後 他用對出交 就把我們台灣人 取到大地 我們來檢討 第一個就是 利用日利法 逗殺 我們台灣人的精英 三萬名 這三萬名 這三萬名 是日本政府 花了五十年的時間 比較訓練出來的 台灣人的精英 遇到 國民黨政府 有價位 把它逃殺掉 這有夠科學 這些都是人材 那麼這些人 都有領得的領力 因為 現在他知道 他要來關台灣 台灣這些水準 都比他們更高 一定很難 所以 一定要把這些 有領得領力的 這些精英 來處理掉 好 好 第二個 他把我們的金融 做到 暖七八糟 他剛來台灣 一直印錢 他可以說 用銀針 來換我們的實物 你看到這些東西 會吃的 會用的東西 他都用銀 用銀的 來幫你換 所以換到後面 台灣錢賣四個 台灣錢貶值 到後面 最後面再用一個 四萬元一塊 因為這個 我們的經濟民生就是 一些以前 日本時代 囤積下來的 糧 糧 都會有 穿上海 那些盜賣 一些資源 他們的國共內戰 國軍要吃的 所以 三 我們 生產 一年有三個 台灣 競年 發生良方 那米 一直三次 早上買一個價錢 到後面再開幾個月 到後面 人家就有關店買了 說又開了 所以做成 台灣人民 生活非常痛苦 他給你四萬元一塊 就是 給你 有錢的這些生理人 本來 可以 發動一群人 來 反對的這些人 四萬元一塊 你如果有四千萬 給你四萬元一塊 你存一千塊 你就會 散屁屁 這樣 你就沒辦法 發動人 來 控制 再來 把大庭主 變成小庭主 用庚者有奇典 三七五 鹼主 大庭主 本來地方的 我們頭人 一定要讓人來煩恐 現在 兵小庭主 沒有那麼多煩恐 所以你看 他好像頭上這三個 就把我們有靈度 靈力的頭人 都差不多 沾掉了 再來 現在 春的 用白色恐怖 來給你看 所以 老一輩 都有說這句話 有興無嘴 小朋友 飯家吃過 話減說過 因為如果說到話 可能就來關他了 再來 敵性反轉 來到台灣 他們 一陣子 就跟我們騙說 我們都回歸祖國的懷抱 我們都打勝仗 當然 我們當時 日本的台灣人 剛劍拍 一定很鬱鬱 頭都在那裡 現在 發一個說 回到祖國的懷抱 我們是戰勝 日本啊 很多人都 台灣人比較沒志氣 都跳跳 過戰勝國那邊 說 我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所以 為什麼我們 這六十八年來 給國民黨 洗腦 到一半以上的台灣人 你說兩千三百萬 其中三百萬 跟他們孫的中國人 孫的這兩千萬人 是我們 本土台灣人 已經有一半 差不多一千萬人 去洗腦 洗過在他們中國人那邊 所以我們百分之八十五的 台灣人 在選 中華民國劉鳳總統的時候 我們 百分之八十五的 會選出那個 不到十五%的中國人 就是這個原點 用育民政策 把我們搞搞 我們都 變成中國人 隔於民主選舉 他們有東善 他 他 挾持黨 黨政軍 軍公教人員 這個選舉 根本不是一個公平 兵頂的選舉 兵頂的選舉 兵頂的 賽跑一百公車 他們在五十公車前 在起跑 我們是從林 才開始 當然這不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所以這個選舉 是選舉 對 再來 獨尊北京 以為國瑜 這個政策 當初 如果受日本 教育的 我們這裡 本土的台灣人 都高地執 高水準 日本人 他們的學問 是真真正的 一步一腳印 有實力這樣起來 但是 中國人來之後 他現在用所謂 35姓 下去 公告人員 我們台灣 比較少 三五分之一 我們人口多少呢 我們時候人口有六百萬人 他們中國人來 早來買二百萬人 但是 他占的 你看 名額是 三十五分之三十四 人比較少 兩百萬 占三十四的名額 我們六百萬人 占一個名額 他還用科技 用北京去科 你如果沒有北京去的 你根本就科不進 所以是不是 到最後 公告人員 都中國人 統治階層 通通是中國人 占多數 甚至 包括日本時代 日本唐業書織會設家 他們如果沒有做湯 不會看過湯 也是派來做湯 的湯頂 前面 日本時代 我們這裡的 本土台灣人 以前在做湯頂 工人員來做副湯頂 是副湯頂在帶 工人在做湯 中國人 一間辦公室 就垂涎了 所以 這種的政策下來 台灣人都在做湯 主管 主管 都是中國人 這就是 台灣人到最後 勢力一直沒有 就這樣 好 來 這四萬一塊六 大家都知道 好 OK 現在我們來進入主題 來看這個克林米亞 那麼 這個灰色的 這個就是烏克蘭 這個半島就是克林米亞 那麼 你看很多黃色的線條 這就是由俄羅斯 經過烏克蘭 傳遞到歐洲 這些的瓦斯公 天然瓦斯的瓦斯公 你只有一個地國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瓦斯 都要克俄羅斯公英 那麼 烏克蘭還有百分之八十都要克俄羅斯公英 那麼在兩千空九年 烏克蘭 因為欠瓦斯 就是欠俄羅斯 又利用俄羅斯把它斷氣 這時候俄羅斯 烏克蘭這裡都 到冰天雪地 所以冰天雪地 所以冰天雪地 那麼 現在 這個情形就是說 這個克林米亞 是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的總部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曬環保 那麼 這個對俄羅斯的 戰略 勝利的戰略要地 絕對不可以施行 這個黑海艦隊的母港 所以 他利用這次烏克蘭的事件 來 塞隆這個 克林米亞的這些人 來爭取要公投 要加領這個俄羅斯聯邦 好 那麼我們注意看 俄羅斯的這個克林米亞 烏克蘭的克林米亞 這個人口不多 差不多200萬人 民族2萬6千平方公里 俄羅斯的人 主要這個 主要在看這個 現在 減58% 公俄羅斯語的這個俄羅斯衣 後衣 烏克蘭本身 他們只減24%而已 他在1922年5月5日 獨立之後 把在烏克蘭成為 這個烏克蘭 自治共和國裡面的一個成員 那麼他的議員 烏克蘭語是官方語言 但是 剛才說的 差不多6千的 俄羅斯人 都說俄羅斯語 問題就出在這裡 現在俄羅斯 他就是 出兵 說他要出兵 國際法 因為 俄羅斯 陳重兵 定義說 嚇請阿 克里米亞人 要去港島 要在非自由意志之下 所島出來 那麼克里米亞 當時加進烏克蘭聯邦 是經過他們 聯邦的議會通過 那麼你這次要港島 你沒有經過你的無國 烏克蘭的國會 通過一個 領土分離條款 還是公投條款 來做法言 所以他們這個公道 不符合國際法 那麼我們台灣有什麼 你來看 我們這個議員的政策 倒邊這裡 美語、日語、台語 來對照北京語、閩南語、台語 這邊這裡都中國來的 你看看這個台語、閩南語 這兩個同學 我們現在在講的 那不是就是台語 大錯特錯 何謂閩南語 福建簡稱閩 福建的南部 就是閩南 閩南就是 閩南語就是 將舊、全舊、阿門 金門那些人在講的議員 叫做閩南語 那麼我們現在 把閩南語 說成我們的台語 這大錯特錯 最多的你可以說 我們現在在講的 這個閩南語 是有台語特色 台灣特色的閩南語 我們在這樣說而已 為什麼閩南語 在台灣 這麼風行 哪有時候 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會在講 用閩南語來溝通 就是為 電信公 把荷蘭人關照 電信公 他照兵買什麼 都在閩南地區 包括他的軍師 陳永華 也是閩南人 所以他來到台灣 來佔岩平 所以在台南 富城有開一個 空廟 給台灣所學 他在那裡 都用閩南語 在做官方語言 所以從那裡 你看差不多四百年 台青 跟電信公 打敗之後 他也就近 從閩南 派閩南來關台灣 所以你看 三四百年來 官方語言 都差不多是 第一官方語言 就是閩南語 第二官方語言 就是更當的 客家語 所以 閩南語 這三七八年來 都都是官方語言 台灣人 自然會去學 這些官方語言 就像日本時代 日本來跟我們通知五十年 這五十年 就跟我們的世大人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他們 教到日期都寫這個 我們的爸爸媽媽 他們同學會來 來找我們爸爸 都也說日期 如果說台語 日本就再寫一些日期 日期 做他們 兵商時 溝通的一個 橋樑 那麼你看 五十年代 改變議員 何況 換今次就他們來 中國人來 六十八年 當然 現在你看看 差不多三十歲 以後才少年 差不多都用北京去 溝通比較多 如果要說 超年代 所以我們要注意說 今天這樣的台語 就是高砂族 包括我們的貧埔族的語言 就是高 或者我們台語 這比較像這樣一樣的台語 這裡 除了台語以外 其他都外國來的 外來語 這點我們要想 剛才這裡還有聽到 好像不太能接受 但你回去看一看 如果 今天 我們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台的導航後 美軍直接占領台灣 沒有中國人來的 我們現在大家日期絕對 誰叫 日期絕對是我們的國語 也是我們平常的 溝通的主要語言 所以我們要的語言政策 我們要把美語 動作我們的低優先的語言 因為全世界 現在國際貿易上 還是科學論文 還是一些高科技的論文 包括 都是用英語寫的那麼多 我們要學這個新加坡 新加坡也把美語 當作低語言 因為你要做成立 你的高科技的研發研究 都要課美語 那麼第二的日語 就是我們的 正正講的國語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日期是我們的國語 那麼第二 你各高砂族 現在要進行文 你的議員 高砂族的語言 你們還保留得不錯 要繼續保留下去 那麼平埔族 那十族大概 只剩下三族 看能不能救回來 我知道的就是 克馬蘭族 還有希拉雅族 還有一個在 那個中部 那個 Papura Mabusa 這幾個語言 可是這幾個都很 病得很嚴重 希拉雅語我看 是已經中風了 那個 已經講不出來 講不太出來 剩下有 小部分 還好 有一個 萬長老 他的女兒萬淑娟 他到菲律賓 認識菲律賓 那個 那個 他的先生 結果他先生跟他一起來台灣 然後發現 以前 荷蘭時代留下來的 新港文書 還有那時候 用 平埔族的語言 用羅馬拼音 拼下來的 馬太福音 結果他把這些文獻 拿回去 菲律賓 念給他媽媽聽 他媽媽 大部分聽得懂 所以他趕快用翻譯的 把它翻成字典 替我們 希拉雅族 做一本字典這麼厚 那有這個字典 可能 將來 我們民政府大力鼓吹 恢復那個 原住民的語言 這個就 有可能救回來 那另外 柯馬蘭族 這個也蠻嚴重的 這個已經 住在加護病房 也是 帶氧氣罩 也很危險 好 那麼 這三個 是我們主要在台灣的語言 然後這幾個 等於說這六個 我們都把它當作 同一個位階的官方語言 沒有歧視 你們位階都一樣 那平常你覺得你在什麼場合 用北京話講比較 大家比較聽得懂 用北京話 或者用閩南語 或者用客語 看場合 語言 我們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只是溝通的工具 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 但是 基本上 這邊才是我們 所要注重的語言 而且 我剛剛在講說 現在80%以上 很多人都講 北京話 或者是閩南話 那是不是 對中國來講 是他出兵的一個理由 他說 我要從福建出兵 來保護講閩南話 或者講北京話的 中國衣的後衣 那就蠻慘的 我們就會像克里米亞 被併吞掉 好 那我們國家 民族的認同 我們是大日本 帝國的台灣人 這個台灣人就 貧捕族加高砂族 我們來對照 中國人 華人 漢人 唐山人 我要注意 我們是這一邊的 不是這一邊的 別人說 我們是台灣人 中國人 像那樣的 有人這樣說的 我們要跟他解釋一下 看能不能把他叫醒 好 國防與新防 這個忠誠度 跟判禮 這個蠻重要的 你國防 你要訓練很多士兵 要 花很多錢 來買 精銳的武器 好 那有人員 有武器 但是你如果沒有新防 沒有忠誠度 那很容易 被人家說買 判禮 我在講說 像中國的長城 花了那麼大的心血 力量 經費 把萬里長城蓋好 可是 所謂那些 所 在 所那個山海關 或者什麼天下地關 那些 所關的人員 被人家用錢一收買 門就打開了 引清兵入關 你再好的 國王設備 花那麼多錢的長城也沒有用 所以忠誠度是最重要的 同樣的 我們在台灣民政府 要啟用的人才 忠誠度也是擺在第一 忠誠度跟人才 跟你的才能是同等重要 好 那麼我們的防衛的策略 我們是 美日台要 共同合作 來對抗 國民黨 加共產黨 這兩個政權 因為他們現在 國軍 共軍 都是中國軍 那我們美日台 台灣是受 美日安保條A保護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也要自力自強 將來台灣民政府執政 我們要學習 以色列 在高科技武器方面 我們要 特別花費 經費來研究 來製造 好 我們要防範理應外合 我們台灣 來對焦中國難民 你注意喔 台灣 我們在台灣裡面有很多中國難民 這些絕對負責我們都沒有共心 他們這些人來台灣之後 他們自認為 高我們台灣人一等 其實他們不知道說 他們是 沒水準的中國人 是好運 走來台灣 不走不到地方 來這裡享受 六十八年了 那麼 這些中國難民 很有可能的理應外合 所以 我們本身也要注意 當時 克里米亞 是他們公道的那些官比例通過 就是他跟俄羅斯理應外合 那麼 現在美國叫我們發財事務員 就是要把我們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分裂為TW 如果中國難民使用西醫界的身分 所以將來 就要有TW身分才的台灣人 靠主機做公告人員 包括來參加我們 參議院、眾議院 裡面會來做紀元 或是來做我們的行政官員 中國人沒有主機 中國人也沒有參選款 也不可以參加選舉 他沒有投票權 也沒有參選權 所以將來台灣的各式各樣的選舉 或者公投 都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自己在處理 自己在決定 好 新加坡的接近 新加坡 它也是一個小島的國家 他們的 好知道他們有出一個 很有權威領導人物 叫做李光耀 東初李光耀 也是加立 馬來西亞聯邦 但是加立不夠兩年 他發現馬來西亞 他只 單一照顧馬來西亞的 本土的族人 他發現他有被邊緣化的危機 所以他加不到兩年又退出來 所以新加坡獨立出來 然後他 利用他的智慧 他來領導新加坡 他所定的語言政策 他就用英語為第一語言的這個政策 你看 他在 大概60年前 他就有那個智慧 他知道 英語將來是 世界的第一 那個通用的語言 國際貿易或者高科技的發展 都需要用到英語 所以他把英語當作第一語言 然後你注意看 英語他們 新加坡人80%可以用英語來溝通 那有65%可以用華語來溝通 但是你要注意這個華語裡面 包含還有好幾個方言 有閩南語 也有廣東語 還有其他地方 中國移民區的語言 好 那印度的塔米歐語只有4% 好 新加坡把這四個語言 都叫做官方語言 沒有歧視 所以就沒有所謂歧視不歧視的問題 都把你列入為官方語言 但是 英語是第一語言 馬來語是 他們新加坡的國語 好 所以這個我是從剛剛講我們台語的政策 就是要仿造新加坡這個模式 好 好 那麼我對我們法理點召的人員 有一些期許 就是希望 我們很多現在 郡所發生一個狀況就是說 他考完試以後 被列入 列入郡所的人員 但是 他現在好像只聽中央 沒有聽州長 好 那麼這一點 對我們民政府來講 是一個 阻礙 因為 照講這個 體制的倫理 我們都要尊重 我們有中央 然後是州政府 中央政府 然後下面是郡政府 現在可能有一些可能 為了讓你方便 讓你在 申請 收集那個身份證的申請表 直接報中央 這有的是 也讓你自己方便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的州 還是你的上級單位 這一點 以後很多 你當郡所 等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們要從三位至四位裡面的 郡所來挑選一位的時候 還是要經過州長的推薦 沒有州長的推薦 我們也 不認用 這一點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麼還有一個 最近 大概 兩個月前 嘉義隆林學校 他們 在1931年 那時候參加甲子園 那個棒球比賽 拍成電影 有去看Cannon的 舉手我看一下 還蠻少的 不到二十分之一 這裡面的片裡面 95% 都講日語 很能 體現當時候 我們台灣的狀況 那時候的背景 所以你可以去看 應該要去看 我鼓勵大家去看 那麼 這裡面Cannon的精神 也就是日本的精神 日本武士道精神 那麼現在已經很少人在講 日本精神 以前 我當年輕人 我常聽我似大人 這個人有日本精神 就是表示他做事情 這個人做事情 很認真 很負責 就是 但是 非達到目的 不會終止這樣子 所以你看日本人 他們為什麼 他們 早期的日本公司 他的員工都是 終身聘用制度 也就是說 你一進入這個公司 你大概就做到退休 他們那個忠誠度 服從度都非常好 而且 好比說生產東西 生產 好比說一個零件 齒輪 他們就會做到精密度非常高 所以為什麼 日本的精密的儀器 或者精密的工具機 可以賣 做得又好又耐用又便宜 銷售到全世界去 但是因為日本人 做事情很丁金 那麼卡諾的這個日本精神 我來大概講一下就是 他片子裡面在講說 嘉義隆林學校 他所組成的棒球隊 是有三個族群 一個是高砂族 一個是日本人 一個是 片中 那個尹平他們都講說 漢人 其實是錯誤的 那是平埔族人 不是漢人 這是因為很多人還不了解 所以把它翻譯成漢人 這是錯誤的 好 那這三個不同的族群 加在一起 而創造一個 非常光輝的這個 棒球的這個精神 就拼死拼活 然後 不同的族群 共同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要把甲子園的冠軍 獎盃拿回來 雖然在那個冠亞軍比賽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的那個投手 他那個 因為投了太多球了 他的手裂開流血 那流血那個球會滑就 頭不好 可是 他還是堅持 把這個球投完 然後其他的手臂隊員 都跟他鼓勵說 你投直球給他打沒關係 我們幫你防守 那來對照那個 那個中華少幫隊 所謂那個紅衛隊 哇那個精神差太多了 紅衛隊那時候 日本的和歌山隊 來台灣訪問 他們是日本的冠軍隊 結果 我們用少幫隊 那個紅衛少幫隊 去把他打贏 那全國非常高興 因為那時候 中華民國什麼退出聯合國什麼 中華民國退所來到台灣 都沒有一點光輝的那個刺激 可以拿出來 那個揚眉吐氣一下 哇正好這個可以當宣傳 來鼓舞台灣人民的士氣 可是你知道嗎 後來才 解密才知道說 原來裡面有很多就是超您的 都是等於是 國中生 調回來 打哨棒 那這不就是 中國的造假精神嗎 像這種聖之不武 那所以我們要 回到日本的精神 日本情形 武士道精神就是 就是 答應了 打拼到死也要做得到 我紀念答應了 絕對要做得到 這是日本人的精神 那麼日本 終生任用制度 當初為什麼會造成 日本世界第一這個名號 也就是他們 因為 老闆資方 跟勞工 是同桌共計 共同為了日本的民生 我們雖然在戰爭上 被你美國打敗 但是我一定要在經濟上 在其他各行各業 來打敗你美國 所以在1990年代 日本那時候 整個經濟非常發達 發達到有財力可以把 美國的很多公司都買下來 包括很有美國象徵意義的 洛克菲勒中心也買下來 好比說 庫倫比亞公司也都被Sony買下來 那麼 那個 台生我是到幾點 到 到50分嗎 55 OK好 好 我也夠了耶 好 不好意思 我時間夠了 我先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 好高興困10分鐘